我告訴你 你們全都在擔心 不过他也不是省油的灯 透过不断换住处换乘计程车躲避警方 行走时还会不停观察监视器位置 避免暴露行踪 过程中他趁着深夜 与住在维多利亚酒店的两名共犯碰头 告知台北车站置物柜赃款位置好进行洗钱 喂老敏你是怕人家认不出你啊 不过尽管安德鲁行事小心 警方15日还是找到他信卡外壳 随后他在往宜兰的车上 又使用手机 警方因此掌握他的位置 他被捕后本来还相当自信 没想到负责洗钱的共犯跟着被捕 而他以为已经搞定的赃款 更是被警方追回了六千多万 恐怕会让他气到不行 火爆中心总统报导